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Joshua Primo怎么就被踩掉了 那么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影片开始前必须要大家说一下 这部影片基本上都不是官方消息 因为我个人觉得事态绝对是严重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因此还是希望球迷可以关注最终官方所给出的解释 而这部影片 基本上我将会把所知道的尽可能都整理出来 然后大家推断一下Joshua Primo被踩掉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好的解释清楚了 让我们开始梳理一下关于Joshua Primo被踩掉所能找到的资料吧 如果有人和我说那天对阵灰狼的比赛 将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Joshua Primo升批马次球一出战 我绝对是不可能相信的 在星球年一共为马次队出战50场比赛 第二年出战4场比赛 所以完整来说Joshua Primo再请出赛一个完整赛季 就被球队踩掉了 作为一名2021年选秀大年第12孙一被选进的年轻天赋 他绝对是承载了许多马次球迷的厚望 甚至看好他未来成为球队门面 毕竟选手当年在第12孙一本科有更多选择的马次队 却选择了年龄最小的Joshua Primo 想必是在他身上看到了巨大的潜力 他在场上的表现和所展现的潜力 即使不是马次球迷 我相信都对于这名年轻球员都有少少的期待 但就在美国时间10月28日 Joshua Primo赢不明原因 正是被马次队踩掉 这个是极度不合理的 那么Joshua Primo被踩掉这件事情 到底不合理在哪里呢 我觉得大致上可分为三点 第一点 我相信绝对不是因为篮球原因 也就是场上的表现 上个赛季即使投篮命中率仅为37.4% 在场均上场19.3分钟的时间 是能有5.8分的2.3篮板1.6助攻 然后就是本季的四场比赛 场均上场时间增加到了23.2分钟 有场均7分3.2篮板4.5助攻 虽然是仅出赛四场的数据 但仍就是不难发现 本季完全退倒重建的马次队 是有想要给他更多的表现机会和培养他 第二点球队才在刚刚不久前 执行了球队选项 也就是说他本季合约的410万 和下个赛季的430万 是已经受保障了的薪资 现如今裁掉他一旦完全清出 他是可以成为完全自由球员的 结合以上两点能再次发现 不管怎么看 Josho Primos处于马次队长期规划之中 第三点我们都知道 他在美国时间10月25日 对整灰狼的比赛中 是遭遇到了囤积损伤 根据所查到的资料来看 囤积受伤 医护人员一般都会推荐一些 伸展和增强的 康复运动来帮助 轻微的拉伤可能会在几周内愈合 更严重的拉伤可能需要6周 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愈合 然后大致看了一下 其实康复以后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后遗症 因此简单来讲 这是一个差不多缺席两个月赛事的伤势 马次队是不可能因为这个伤势 就裁掉Josho Primos的 虽然他的低位和影响力是不如KD 毕竟都让狼王队等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 但作为球队未来很重要的一部分 即使伤势再严重也不可能是因为这个伤势 就马上被踩掉的 那么以上所讲的 我也不敢保证 但我们几乎能确定 肯定不是场上的因素才导致他被踩 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场外因素了 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和总加Langre Popovich 或是和队友吵架 但这其实也不可能 因为即使真的是有爆发什么冲突 对外公开也不会是以unclear reason 将来草草了结 而且就算真的是有吵架有冲突 即使有可能会掉价 但交易也可以是一个选项 更别提他还如此年轻 如果马次队要卖 我是觉得一定会有球队愿意交易得到他的 这样下来球队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完全就是2021年第12季就这样没有了 另外如果适合队友吵架 以他现在处于球队未来计划之中的重要程度 我是觉得最有可能被交易的还是对方啦 而且这里再提供一个蛮有意思的资料 也就是马次场馆内的商店 已经是没有展出或是出售Josha Primo的球衣了 也就是说 马次队整体现在所做的 就是尽可能和Josha Primo完全不要有任何的瓜葛 这样来看 再次强调事态绝对是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也是 毕竟一来就直接裁掉 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前阵子绿山军总加的Mudoka 也是因为不明原因被球队处罚了近三一年 而且不明原因 也有一定的可能性是爆出来以后 可能还会觉得处罚的太轻了还是怎么样的 因此Josha Primo这个直接裁掉 想必是球团所无法容忍的 甚至对马次这支球队 不管是文化或是商业考虑 都有一定的损害 所以接下来这个虽然非常极度不合理 但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了 那就是Josha Primo 有可能参与到了犯罪事件当中 虽然这些在推特上并不是有什么权威爆出来的 但也确实有Josha Primo犯罪的消息传了出来 再次强调 以上所讲的这些并不是什么权威 或是官方所给出的解释和消息 那么最后再来和大家看看 马次队所给出的官方消息 也就是确定裁掉Josha Primo的 这里我们能看到 马次队是希望长期来看这样的决定 对双方都是最好的 然后关键在最后一段 马次队 球队管理层 教练团和球员对此次事件 在这段时间将不会有任何的附加评论 然后Josha Primo自己给出了说法 大致上就是他目前需要点时间 照顾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 这段时间需要更多的隐私 然后我去找了一下他的IG来看 发现已经是设置成了私密账户 所以不管现在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由衷希望他和身边所有人都一切OK 而且刚刚有提到 一旦完全倾诉Josha Primo将会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而假如有任何球迪想要欠下他 我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整件事情 马次队我是不设球能给什么解释了 只希望能尽快让球迷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好 好的那么关于Josha Primo被裁掉 所整理的资料就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Josha Primo被裁掉的原因 有可能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了解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 不妨点一下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sha Primo xp 好